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画学术帕变采访过异化开天创始人与CEO软瑞 当时他便表示异化开天全体成员会将三体动画画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来完成 而如今经过漫长的三年时间我们最终会看到怎样的作品 相信不少人既激动又多少有些担心 在动画即将开播之前我们不如先来盘点一下动画版三体到底有什么看点 动画为什么选择小说第二部进行改变以及说一说异化开天 由于动画尚未开播制作层面的问题 我们将在日后讨论 本视频主要还是围绕主题剧情人物等方面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剧透 请谨慎观看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动画选择了小说的第二部进行改变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 三体小说分为三部 分别是地球往事 黑暗森林 死神永生 简单来说故事讲述了人类文明与外星三体文明接触 并进行生死搏杀以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辛衰历程 当然相信大部分观众已经对小说的剧情非常熟悉了 三体小说的世界观非常庞大 涉及的人物和情节之复杂 并不是我上面那句简简单单的话就能概述的 根据目前公开的PVE推断 基本可以断定三体动画将选择小说的第二部 也就是黑暗森林作为故事主线 同时融合第一部地球往事的部分内容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会选择改变第二部 从故事角度来看 第二部黑暗森林的整体氛围会比第一部地球往事更科幻一些 同时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太能具体表现的内容 小说第一部的故事主要是借汪淼使强等人的视角 引导出一位对现实倍感绝望的科学家叶文杰 在机缘巧合下对宇宙的高等文明 也就是三体文明发出了地球坐标 希望能依靠高等文明的力量来改造地球文明的往事 而三体文明自己的星球根本不适合生活一直在寻找新的家园 他们得知地球环境遗人地球文明水平低下 决定千里迢迢来抢占地球 地球往事大部分内容都发生在现代 确切来说是刘慈欣另一部经典作品《球状闪电》之后 在《球状闪电》中 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一次毁灭性的自杀式核聚变后结束 彻底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格局 也就实际上造成了地球往事中整个世界相对友好和谐的氛围 由此才会出现全球团结一心 共同面对三体人和降临派威胁的情节 值得一提的是三体系列中的丁仪 就是《球状闪电》中的蓝二号丁仪 那么既然故事发生在现代 其中就没有涉及太多过于超前的事物 第一部最具科幻色彩的大场面 可能就是联合国突袭ETO降临派的古增计划 其中的科幻点子在于 在巴拉玛运河最窄的地方 两岸各架起一根钢柱 在钢柱之间拉起数道纳米材料的细丝 就像古增的琴弦一样 以拦截切割存有关乎人类命运的三体信息的审判日号邮轮 刘慈欣的杀人古增在情节上足够刺激 但纳米材料其实对现代人来说并没有太超前 相对而言黑暗森林就更加科幻一些 第二部开头紧接第一部结尾的内容 绝望中的人类社会通过联合国集体决定 推出了面壁计划 利用三体文明所思及所说无法撒谎的特性 选出了四位面壁者 他们拥有极长的权利 但是不与外界以任何形式进行真诚的交流 因此可以最大限度的隐瞒地球文明 对抗三体文明的具体方式和手段 在小说的第二部中 除了由大家熟悉的黑暗森林法则 颇有哲学意味的面壁计划 思想刚硬 吐胎于球状闪电的量子态赶死队 似乎受到银河传说巨大影响的末日之战 自然选择号及其追兵的结局等等 相比于接近现代的地球往事 黑暗森林的跨度更大 精彩的大场面更多 节奏也更快 又比小说第三部死神永生中的三个童话 小宇宙大宇宙等抽象的情节更容易想象 可以说科幻的程度刚刚好 从人物的角度来看 第二部的主角吴亦神罗吉 推测就是PV中的这个角色 实际上个人来看 罗吉就是整个三体系列中最有魅力的角色 也是三体系列中人类勇气与智慧的化身 他于第三部中卸任执剑人之后 人类文明瞬间走向毁灭 而他最终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守目人 相比于第一部中的人物 叶文杰 汪苗 史强 第二部的张北海 庄严 第三部的云天明 陈兴 韦德等人 罗吉在很多读者的心中 几乎没有太大的缺点 最大的争议或许就是他最终毫无反抗的 把执剑人权力交给了陈兴 而陈兴却在后续数个重要时刻 做出了错误决定 距离三体 连载已经过去快17年了 如今的互联网恐怕并未给 叶文杰 陈兴这种角色 留下什么舆论空间 而另一方面 罗吉的故事高光 恰好就是面壁极化 也就是第二部的主线 节奏最快 科幻点子最漂亮 人物最高大 如此看来 罗吉作为动画主角 是最保险的选择 在聊完小说第二部改编动画的优势之后 我们不妨来说说动画改编的三个疑虑 首先黑暗森林原作的故事节奏在中部咒语章节 开始突然加快 一方面四位面壁者各有跌宕起伏的经历 再加上被戏称为第五位面壁者的张北海 共有五条故事线 人物众多相对独立 相互纠缠 带给读者很强的阅读快感 那么一话开天 在改编动画时能否很好的处理好 这一部分是一个问号 第二点过滤于在于面壁极化故事中 涉及到大量的人性宗教社会的讨论 对于读者来说在阅读中可以很自然的为自己流出思考的时间 但是动画改编应该怎样做 才能让动画观众也有能力去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呢 如果只是浅尝折止 那么黑暗森林的魅力恐怕要丧失一半 此外同样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 三体系列能有如今的成就 当年横空出世想象华丽的第一步可以说是基础 王苗饰演魔上突然出现的倒计时 叶文杰身边毫不在意死亡的核弹女孩 古镇计划中被欺骗的ETO降临派 以及永远不会被改变为国产动画的情节 理性冷酷慧暗沉重的第一部分内容 为整个三体系列奠定了基调 三体系列的所有奇思妙想宏大背景 可以说全都来自小说第一部地球往事的铺垫 无论是叶文杰史强罗吉丁怡 这些故事起点位于第一部的人物 还能在动画中立得住吗 换句话说缺少了地球往事的黑暗森林 还是黑暗森林吗 无疑拥有极大粉丝基础的三体进行改编 注定会获得极高的热度 但相对的压力就来到了制作方这一边 三体的动画公司异化开天来自武汉 最早的代表作是2015年的《风味英雄》 而他们最知名的作品 B站的观众们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那就是2019年开播上线10分钟 播放量就突破了1600万的玲珑 这部国产科幻动画的翘楚之作 不仅证明了异化开天的原创能力 也显示出了其在CG领域的技术水准 这或许也是异化开天能够改变三体的信心支援 就像他们的CEO阮瑞在曾经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到 异化开天目前的创作定位是达到较高的综合水准 我们对作品质量的要求是影片能够从各个层面达到和谐的统一 我们在之前的创作项目中积累了大量高品质科幻类作品的创作经验 而这些经验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里是非常宝贵的 三体动画项目由B站三体宇宙以及异化开天三家联合出品 动画制作不仅得到了B站的全力支持 并且由于三体动画是三体宇宙正式开启的首个项目 三体宇宙也非常重视 还专门成立了三体世界观工作室 与异化开天共同推进动画制作 而小说作者刘慈欣也针对动画剧本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 三年多的等待对于国产动画来说 特别是对于三体这种级别作品的改变动画来说 其实并不算太长 更不用说作为位于武汉的动画公司 这三年多的时间里 异化开天内部一定经历了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艰辛 在那段最令人揪心的日子里面 通过创作人员们发布的Vlog 我们能看到居家办公的他们依旧持续稳健的推进着三体的制作 如果发布之初的催更还是观众们真真切切的急迫 在2020年后 这些催更更多的变成了对异化隔天的调坦 嘱咐和期待 而在10月29号晚 B站今年的国创发布会上 终于公布了三体正式上线日期及最终的预告片 看着大家一起刷着快更主很在乎 我们不由的感叹三体真的要来了 而最终异化开天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